没关系 我没事 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 霓珊 你是不是因为这几天赶考 休息不够 闻笑 我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了 你别强撑着 我可不希望你因为心膜病倒 你可是第一次这么关心我 我好开心啊 你可别误会啊 我可没别的意思 终于谈下来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闻笑 我觉得 你还是给严夏打个电话说一声吧 为什么 我怕他多想 放心吧 他不会的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我回公司还有合同要看 好 喂 严夏 人需强烈反对 我也没有办法 没关系 不过 有一个人 你们应该会满意的 谁啊 他叫江南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博主 在时尚圈也挺有权威的 谢谢啊 四七 对呀 小姐 我没有想回车 走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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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断 我 我 我 为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先走吧 时间来不及了 等回来再跟你一下说 好吧 只能这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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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总监 思琪可能不会来 低爱工作了 你也知道 因为之前许墨成 利用了思琪 所以 任叙不想让她来了 他们那边 我是说服不了了 不过思琪跟我说 最近有一个 很红的博主 这 叫 叫江南 你说的这个人我见过 他是墨尘的朋友 他在时尚圈确实很权威 我现在就去跟墨尘说一下 好 江南 你知道他现在 在做一档网络节目吧 他的栏目在时尚圈里面很热 怎么了 他在栏目里 大多介绍的是一些知名品牌 虽然跟直播不同 但网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是好时的会员 跟你也相识 还有多年交情 我觉得这件事 由你来联系最合适不过 好 喂 何贝 辛苦你了 喂 周琪 去我办公室拿你昨天放在我桌上的两份合同 我门口等你 是 艾琳娜 我现在急着要发票 财务部一直叫我报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 看你的表情 你并没有动这笔钱对吧 陆思是正规的公司 如果你动了这笔钱 一定会有收据的 所以你才会想着去找广告商开假发票给我 但是你又怕被我查 所以你一直不提这件事情 想要逃避这个问题 我相信你在业内这么多年了 在西班牙的时尚圈也是有一定声望的 为了这么点钱 毁了你的声誉 不值得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你们陆思品牌 不是一直想要进军中国市场吗 我们DI可以帮助你们 互惠互利 如果你决定好了 今天就把合同签了吧 你好 我是 我知道 现在很有人气的美女设计师 木灵山 我们在好时开业的时候见过她 我这个人呢 说话向来比较直接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这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这是我最喜欢的撞色 非常疯狂的色彩搭配 非常疯狂的色彩搭配 又没有特别 肯定是许莫辰告诉过你我喜欢的设计风格吧 而且在细节上你们还加入了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元素 你看这绣口的潘痴纹 一看就是纯手工绣上去的 用的还是丝绒线 看上去有点像香绣 但是又不全是 每个人都在维系目忙碌着 我却不知道该干什么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喂 喂 温孝 聂斯奇不能来迪埃上班了 但是他推荐给我们一个不错的人选 现在已经谈好了 就差你来走合同了 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 我知道了 现在设计稿已经确定下来了 等到正式做养衣的时候我才需要你 眼下 没什么事你可以回家休息了 回家 闻相了 在忙吧 他这个人就这个样子 一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 我刚好也要走送你医生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不用了 我自己会去 云山 你这几天一直熬夜 这边你就不用跟进了 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我没事 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 不用 霓山 你是不是因为这几天赶烤 休息不够 闻相 我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了 你别强撑着 我可不希望你因为心目而病倒 你可是第一次这么关心我 我好开心啊 你可别误会啊 我可没别的意思 哔问笑的本事还真不小 祖宏 艾琳娜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艾琳娜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艾琳娜最近好像销售匿迹了 完全没有消息 看来 我得去迪埃关切一下了 丁总 蔡宁 银夏呢 现在央映制作还没有开始 我怕她耽误 萧氏光年的事 我就让她提前下班了 现在央映已经订稿 可以开始制作了 那我现在联系她 不用 我来找她吧 丁总 王总 王总 您今天怎么有空来迪安 我是来关心一下 信木的进度 信木的设计稿 确定了 下游的制造厂商也确定了 丁总裁的效率还是蛮高的吗 托您的福一切顺利 我很好奇啊 王总 你曾经质疑迪安的管理 觉得迪安没有规章制度 那么对于你来说 迪安应该是一无是处 无利可图才对 你怎么会想要并购迪安 而且用高于市值的价格 质换股权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王总应该是想要借由迪安 完成雨薇的上试试吧 那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只要我在迪安一天 你就永远达成不了你的目标 孟总 王总 你也是迪安的股东不是吗 如果迪安能够上市对你 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来 林善 你要用手来感受一下 她的触感 好像是好一点 我看这个 那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我们立刻去找唐总 我们立刻去找唐总 云珊 你这几天一直熬夜 这边你就不用跟进了 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 我没事 我吧 你怎么也没关系 我 我们 我们 给你 去哪儿 待在家里闷 想出去透透气 是出去透气呀 还是背着我去DI上班 任逊 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 难道你连对我最基本的信任 都没有吗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根本就不是你心里最佳人选 我就是个替补 难道你真的觉得我去DI上班 不是为了言下 假是为了许莫辰 你敢说不是吗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啊 自己的女朋友 和曾经单恋过的男人 一起去旅过游 现在又要在一起上班 你让我怎么想 原来 你一直在意这件事情 说不在意那是骗人的 曾经在内心深处渴望的感情 藏着 没有用 一旦遇到时机 就会再度触发 人选 两个人之间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那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意义 别拿信不信任 来掩饰你按捺不住的心好吗 好 如果你真这么说 那我现在就去找许莫辰 我不认识 我承认我之前对徐墨尘动过心 但也只是一时糊涂 探偷他条件好 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为什么任叙他就是不相信我呢 思琪 你也别怪任叙了 看待别人的感情呢 永远都是站在客观的立场 道理谁都懂 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咱们身上 咱们也会混淆不清 可我已经明确表态了 他还想我怎样 这个感情问题呢 就跟眼里进了一粒沙子是一个道理 谁的度量都没有那么大 除非不爱了也就不在乎了 言下 你是不是跟我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没有 我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 那你说 我要做点什么 才能消除许墨尘在 人序心中的魔咒呢 我也不知道 谁的电话怎么不接啊 骚扰有电话 严下怎么不接电话呀 样衣就要开始制作了 得马上找到严下 喂 喂阿姨 那个严下他回家了吗 没有啊 他不是去DI上班了吗 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来公司没看到他 就问问他回家没有 你找严下 可以打他电话呀 我打了 但是他没接 所以我就 你别着急 别着急啊 严下没事的 那个 可能他没听见 这样吧 回头阿姨找到他 让他马上给你回电话 行 那麻烦你拉一 严下 这严下 到底怎么回事 严下 我得先回家看看了 我怕任逊那家户 有什么事想不开 做什么傻事 好好聊聊 别吵了 那我先走了 肯定是没笑给我妈打电话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意 在事无人接听 已经稍后再拨 严下这孩子最近怎么了 总是怪怪的 总是怪怪的 我行 他回来 我一定得找他问清楚 你不是想着许墨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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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还给我打电话 我任逊肯定让你聂思继后悔 怎么不接电话呀 喂 眼下 任逊他不知道去哪儿了 好 我马上过来 我去哪儿了 眼下 任逊他要真想不开 出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 思琪 你冷静一点啊 任逊那么大的人了 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 可能 可能他只是心情不好 出去走走呢 就算再生气 也不会用不接电话 这种幼稚的方式啊 眼下 你陪我出去找找好不好 那天眼下带聂思琪来迪哀 结果造成任逊和聂思琪的争吵 任逊反对聂思琪来这里 所以他才不能来迪哀 当网校经理 这都是我的错 我一直在给闻孝扯后腿 摩尘 你别自责了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现在 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当下的问题 不管有多困难 我一定要帮闻孝 争取当聂思琪这个网校经历 艾琳娜 最近我怎么感觉 你总在躲着我 王总 是您多想了 现在信幕已经正式启动 您这边的进度也落下了 公司一直逼问我现在的情况 以我个人的立场 我当然愿意选择跟您合作 但是在公司的角度 可能会选择DI 您也知道 我只是中国区域的代表 决策 我还得听总公司的 我也只能提议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 以后 你不想再跟我合作了 王总 在商言商 至于我个人的恩怨 咱们就先放一遍不说 如果雨薇能够提出 比DI更好的设计 我愿意跟您合作 但如果不能 我也只能听公司的选择 我还有事 我们改天再聊 丁温孝 你到底用什么方法 让爱琳娜选择和DI合作 喂 林珊 温孝 听蔡宁说 你要自己告诉 严夏样一的制作时间 怎么样 说了吗 还没有 我也不知道严夏怎么了 打电话也不接 也不在店铺 不 我现在正在等她呢 温孝 该不会是因为姓牧 我们最近走得比较近 让严夏心里不是滋味了吧 应该不会吧 严夏那么大度 不会那么小心眼的 温孝 严夏毕竟是个女人 你别掉以轻心啊 放心吧 她不会的 那好吧 样一的进度不能耽误 嗯 明天见 温孝 即使你已经选择了严夏 你还是不了解 男女之间的感情 真正愿 现在让她一肯令 她不在心里 我们是母亲 你不在心里 温孝 母亲 你不在心里 那么在夜 我这心里 我心里 你不在心里 你不在心里 这么着也不是办法 你想想任逊不开心的时候会去哪儿 他唯一带我去过的地方就是海边 我已经找过了 他不在那儿 我也不知道他还能去哪儿 那任逊的朋友们你都认识吗 都问问 我没见过他朋友 合租这么久你都没见过任逊的朋友 没有 喂 妈 言一下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任逊跟四齐吵架了 任逊也不接电话 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正跟四齐找呢 任逊不接电话 那是幼稚的表现 你不也不接文孝的电话吗 我跟他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接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我跟你说 任逊啊 不会有事儿的 你赶紧回来 妈有事儿找你啊 知道了吗 四齐 我可能不能跟你一起找了 我妈说让我回家找我有事儿 这样 你找到任逊立刻联系我 我先走了 你注意安全啊 你注意安全啊 联司机 你出来 你跟我解释清楚 你说 念思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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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是 知这许不察了吧 只要和聂思齐说清楚 才有机会 喂 徐孟臣 聂思齐 明天有时间吗 我想找你和仁逊聊一聊 别提了 仁逊因为你正在跟我闹脾气 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现在正在找他呢 那你现在在哪儿 我过去帮你找 我在商场大街 好 我马上等 说吧 你和文孝之间 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妈 我没事 没事 没事他能到处找你 没事你能故意不接他电话 我没听见 你能没听见 你就骗我吧你 说 妈 文孝最近在忙心目的事情 我不想让他分心 也不想打扰他 你不接电话 他就更不安心了 我跟你说这感情啊 不会一帆风顺的 偶尔也会有磕磕碰碰 你心里 要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啊 千万别不说 这积压久了 万一那天爆发了 可就不好收拾了 你要是有什么不好说的 妈听你说 妈 我跟文孝的事情 我自己解决就好 你不是说过吗 会尊重我的决定 这孩子 你怎么拿我的话 读我的嘴啊 好了 你就别操心了 真不好意思 麻烦你了 跟我说什么麻烦 真正对不起你和仁徐的人是我 还是先找到仁徐再说吧 莱子姐 你知道 我有多爱你吗 我可以为了你 什么都不要 可是 而且 你永远都感受不到 人叙真的舍得丢下我不管吗 他不会的 我看得出来 他很爱你 如果他真的爱我 为什么老是不信任我 还老吃你醋 因为在任叙的心里 认为我 就是你和他之间的那堵墙 就像文秀 在我和灵珊之间一样 想要破除这个魔咒 唯一有的办法 就是放下心中的执念 先找到任叙 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可是问题是现在 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任叙 怎么谈啊 今天有点太晚了 明天 我再陪你找 也只能这样了 人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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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喝这么多酒 我喝不喝酒不用你管了 这么晚 你混到现在才回来啊 和徐梅珊在一起 开心吧 要不是因为你不接电话 莫名失踪为了找你 我会这么挽回吗 你思琪 你什么时候变得 什么谎都这么习正言辞了 我说的是事实 如果你不信的话 可以问严夏 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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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帮丁文孝 肯定会和你串通一起 骗我 傻子才信呢 任叙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啊 我无理取闹还不是因为你 无理取闹 你思琪 我告诉你 我仁叙 一定会让你后悔选择了许莫辰 好 既然你替我做了选择 明天我就去迪埃上班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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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了去 去 去 许莲 去 许莲 许莲 也许 真的是我对文孝信任不够 我应该相信他 怎么又开始了 一次鼻子痛 今天我一定要弄清楚 眼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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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颜夏在家吗 她刚走不久啊 她没去萧氏光年找你啊 我刚从萧氏光年过来 这一路也没见着她呀 哦 文孝 你和颜夏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自从我回了迪埃 一直在处理心目的事 别的 我也没干什么呀 文孝 阿姨知道 你最近啊一门心思 就想完成迪埃的上市 但是 你不能因为工作忽略了生活 冷落了眼下 你看 我们家颜夏虽然很独立 但她毕竟是个女孩 需要人陪 知道吗 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去哪儿 好 今天去哪儿找任逊 不用找他了 麻烦你送我去迪爱 你不担心他吗 不要再提关于他的事情了 如果你不愿意 送我去迪爱的话 我可以自己去 我送你去 欢迎迪爱的网销经理 你一个前台 怎么会知道我成网销经理了 我们迪爱是没有秘密的 网销经理我帮你刷卡啊 喂 陆青 我帮你刷卡 喂 陆青 你怎么会知道我成网销经理 你怎么会知道我成网销经理了 我们迪爱是没有秘密的 网销经理我帮你刷卡啊 喂 陆青 丁总 聂思琪已经到公司报到了 就等您回来签订入职手续了 看来心目更接近成功了 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 丁总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麻烦你了 谢谢 聂思琪 你这回回迪爱上班 不会又是为了许莫辰吧 为什么你们全都认为我回来迪爱上班 是为了许莫辰 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啊 你别生气 我这都是因为你之前的行为 所以 周琴 我承认我之前犯过花痴 心思全在许莫辰身上 所以造成迪爱销售业绩下滑 但我现在回来 不只是为了弥补我之前的过错 更为我自己的前途 所以请你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了 我 我为我之前不礼貌的行为 向你道歉 同时我也代表丁总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你好 丁总 有些事情 想单独和你谈谈 是关于迪爱的事吗 不是 是我个人的事情 哎 亮哥 你那边有活没 没问题 不管有多苦有多累 我都能忍受 只要有公开 那有活再低的价我都接 你要是觉得我价高 我可以再降 低一瓶是一倍的价格 没问题 我接 不管论小时还是论剑术 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待命 哎呀 哥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送货火速再多的单我也跑得完 嘿 好 好 文肖 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王总有什么话直说吧 我不喜欢拐弯木桥 这样说吧 你现在在迪埃 帮许莫辰再做这个总裁 以后迪埃上市了 你在迪埃可以拿到的所有好处 我都可以加倍给你 你帮我来做事 好吧 王总啊 你开的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 如果我是为了利益的话 我可能就答应你了 你不为利益 你为什么 对我父亲的承诺 王总你可能不了解DI DI并不是一家完全只为图利的公司 Di有信念 有坚持 Di的每一个员工 都把Di当作家一样 所以当初 当我父亲离开的时候 他们才没有辞职 当你删减信目的预算 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了 我清楚你并告Di的目的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相信你身为Di的股东 你也一定乐于 见到Di上市 毕竟你也是受益者不是吗 蒙总啊 我丁文啸可能没有 你想象的那么有能力 真正成就Di的 是Di员工的向心灵 丁文啸能 丁文啸能 混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好意思啊 让你交等了 你的入职手续我已经签完了 他们一会儿就把门禁卡给你 谢谢 念思琪 我问你个事 阎夏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阎夏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我看他最近都挺好的 怎么了 没什么 丁总啊 您和阎夏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您尽管说 谢谢你啊 你来迪爱上班的任逊呢 别提了 就因为我来迪爱上班 他跟我大吵了一架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许莫辰 念思琪已经来迪爱上班了 太好了 那你和任逊之间的误会都解释清楚了 我 根本没见着任逊啊 啊 那 念思琪怎么会来迪爱上班啊 这其中 肯定有隐情 蔡宁 阎夏在哪儿呢 阎夏 我也在等她来公司 讨论样衣制作 那我打电话问问 思琪 喂 阎夏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找了你一圈了 蔡宁也在等你 讨论样衣改造的事情 我 你怎么了 你 你在哪儿呢 我在店铺里 你不会肚子又疼了吧 我让丁文笑去找你啊 思琪 千万别告诉丁文笑 我不想让她知道 你也别让弟爱的人知道 那我马上过去找你啊 怎么样 阎夏怎么说 那个 我现在还有点事情要干 那我先不跟你聊了 拜拜 你思琪 怎么神神叨叨的 任逊 他已经是 他对眼神叨叨的 你先通过去 你还没理由 有点调整 的 你还没理由 他就试着 接下来 我沒有詛咒你 我是擔心你 你擔心擔心你自己吧 沒有說服任緒就去DI上班 真想跟他鬧掰啊 不是我說服不說服他的問題 是他 他心裡有事啊 對了 丁文笑問起我你的事 你倆是不是 沒事兒 我們兩個挺好的 是嗎 央衣製作的時間 越來越緊迫了 這炎夏怎麼還沒來DI呢 這時間真的是不能再耽誤了呀 這個我知道 凌善 最近 炎夏好像躲著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因為姓木 你忽略了他的感受 不會吧 炎夏再怎麼心大 他也是個女人呢 如果你放心我的話 炎夏的事交給我處理 嗯 我打電話給他 該說什麼呀 再說了 又不是我的錯 又不是我的錯 什麼是真正的感情 如何去選擇 說實話 你並沒有真正地了解文笑 他雖然背負著迪愛上士的承諾 可他跟他的父親關係並不好 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父親安排好的 所以 文笑從來沒有過過屬於自己的人生 就是因為他重承諾 所以 他背負這個使命到今天 只有完成他父親真正的遺願 文笑的內心 才可以得到自由 以前 文笑在工作的時候 從來沒有私人感情 直到遇見了你 他會笑 會調侃 學會了關心別人 這些 都是我怎麼努力 也做不到的 我承認 我承認 我曾經妒忌你 恨你 想用盡一切辦法 讓你離開文笑的身邊 但我越這樣做 文笑離我就越遠 巫總監 你跟文笑有那麼多 共同的經歷和回憶 你放得下嗎 說實話 真的讓我放下一切 還真有點捨不得 畢竟 牟總監 信木 永頂和文笑已經足夠了 樣衣的部分呢 唐總也可以完成 可是消逝光年 是我家唯一的經濟來源 我不想因為信木 放棄消逝光年 又不離開文件 如你 我們以為你離開文件 跟许莫辰之间的事 他根本就不信任我 我承认我之前 对许莫辰度过心 那也只是一时糊涂 他弄他条件好 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 为什么任婿 他就是不相信我呢 思琪 你也别怪任婿了 看待别人的感情呢 永远都是站在 客观的立场 道理谁都懂 可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咱们身上 咱们也会混淆不清 但我已经表明态度了 他还想我怎样啊 这个感情问题呢 就跟眼里 近了一粒沙子 是一个道理 谁的度量都没有那么大 除非不爱了 也就不在乎了 眼下 你是不是跟我碰到 同样的问题了 我没有 我就是跟你讲这个道理 那你说 我要做点什么 才能消除 许墨尘在 任婿信中的魔咒呢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 想法 想法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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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多累 我一定要成功 这个傻子 该不会为了跟我赌气 真的拼命了吧 喂 哥 有活儿 好 我马上到了 马上 这么晚了去哪里 我去哪儿 你管得着吗 我为什么管不着啊 从你那天上了许墨尘的车 你就失去了这资格 任煦 我不想跟你啰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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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丁总 一周之内 一定让你看到成果 那就麻烦你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喂 张 星木的设计稿已经定了 你们的团队可以开始作业了 喂 丁总 喂 周琴 你请先来的网络销售经理 到会议室等我 我们开个会 是 丁总 丁总 请你一会儿去会议室开会 哦 知道了 嗯 严霞拒绝回DI制作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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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文笑知道吗 我暂时没告诉他 以免他分心 严霞和文笑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突然这样子啊 可能是因为信木 我最近跟文笑走得比较近 严霞要所误会吧 有可能 之前我带严霞去找聂斯奇的时候 谈记过我们过去 我跟他说 不管我怎么努力 都无法取代文笑在你心中的位置 但我越这样做 文笑离我就越远 牧总监 你跟文笑有那么多 共同的经历和回忆 你放得下吗 说实话 真的让我放下一切 还真有点舍不得 毕竟 牧总监 信木 有你和文笑已经足够了 样衣的部分呢 唐总也可以完成 可是萧氏光年 是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不想因为信木 放弃萧氏光年 所以 言下是误以为 我跟文笑因为信木重拾旧日感情 才问我 真的舍弃得了过去的全部感情吗 还有共同的回忆 言下 现在肯定以为自己在信木是多余的 所以才会想退出 成全你和文笑 灵珊 这件事你一定要和言下说清楚 不然 我知道 可是有时候光凭我说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想个办法 言下 言下 你怎么不去迪埃上班呀 迪埃有文笑跟牧总监 我去干吗 我怎么听这话有点怪怪的 有吗 当然有了 想当初 是你支持文笑回迪埃帮忙的 你把那个私人定制的设计稿 都给了那个木灵山 暂缓了私人定制 照道理啊 你现在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 去帮文笑 你看你 妈 如果我全心全意投入信木 那制衣铺谁来管呢 文笑在迪埃 我在制衣铺 这叫各负其责 好了我不想跟你说了 不认识 自从文笑回了迪埃之后 这孩子怎么变得怪怪的 天哪 不会是文笑跟那个木灵山 又死灰复燃了吧 不认识 不认识 再度死灰复燃 为了证明我不会 所以我想请您 也让仁婿 来迪埃上班 再说了 网销部门 也少不了配送环节嘛 你说是吧 你是网络销售的经理 网销这一款 全由你说了算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 前提是你必须先向我提交 网销计划 没问题 我马上就能交给你 我现在就去找仁婿 女善 言下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怎么 不放心我 没有 不是不放心 是因为现在海外宣传这一块 艾莱娜已经开始着手了 聂斯奇也马上要提交她的 网销计划 我不希望杨一的制作 耽误了发表的时间 杨一的事情你放心 我会在机械内完成的 但是 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嗯 仁婿 许莫辰你故意了吧 仁婿 你真的误会了 误会 你敢说你之前欺骗聂斯奇都是假的吗 啊 徐莫辰 如果你真心喜欢聂斯奇 我可以退 我有自知之明 我没你有钱也没你帅 但是 我至少比你有骨气 仁婿 我承认 之前都是我犯的错 我也诚心向你道歉 但是聂斯奇来迪埃 纯粹是为了当网销经理 而不是因为我 你误会他了 我不是傻子 我不会相信你那些鬼话 聂斯奇他就是单纯才会相信你 我不想看见你 请你 立刻消失在我视线里好吗 啊 啊 啊 呃 任煦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这任煦 这个时候为什么关机呀 闻笑 给自己放一天假吧 毕竟 工作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我知道 你为了迪爱的上士 赌上了私人定制 但是 如果完成了迪爱的上士 实现了对你父亲的承诺 却失去了严夏 这才是你人生最大的损失 迪爱一直都是你的包袱 而萧氏光年 却是你的归属 我不希望你因为信幕 失去跟严夏共同的梦想 不要让我曾经的不安和怀疑 发生在严夏的身上 温笑 迪爱需要你的经营 你跟严夏的感情 一样 叫什么 来 日后 欢迎光临 你怎么不问我需要改什么 你很好啊 没什么需要改的 需要 我需要改变我对感情的认知 是 尹小姐 你願意幫我嗎 放下手邊的工作 跟我來一場真正的約會吧 放下手邊的工作 小姐 很佳麗 放下手邊 吵架 散捕 駿 南 梦 晴 晴 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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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不一样啊 我们两个有着共同的愿望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永远都实现不了 好 呃 啊 喂 哎 不好意思 今天下雨出了点意外 不是 哎 您您别取消 千万别取消 喂 喂 喂 哥 不是 我说你怎么回事 送个披萨还让客户群要订单 我跟你说啊 这个单不算 损失你来陪 不是哥 你听我解释 但你出了点意外 哥 你听我 喂 哥 哥 我这么努力 老大爷你没看到吗 为什么还要跟我做对 告诉我 我做哪儿了 我敢爱不行啊 可是我不会这么努力 都留不住我爱的人 哥 我知道你在怪我 但生气 总比生病好吧 任逊啊 我是不是很任性啊 是很任性 不过 都在我可接受的范围 如果 许默辰他 真的骗我的话 我肯定帮你出这口气 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就是 你 是 有 任逊 谢谢 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有点饿了 给我找点吃的来 马上去办 这人哪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所以你不要纠结 没用 放开心胸 大不了从头来过呗 真的可以 从头来过吗 当然可以了 那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不愿意 聂思琪啊 感情 不是人生的全部 不要把自己 关在感情的牢笼里 你何必为一个 不在乎你的人 伤心难过呢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会让在乎你的人担心 谁会在乎我啊 眼下呗 眼下呗 还有 还有 还有我这室友 你喜欢我 怎么说着 这 只有室友关心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但是我的心思 全在许梦臣身上 所以你别再谈话 我和许梦臣之间的事情了 不然的话 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我说过 你喜欢谁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无权干涉 我只是不想 你被许梦臣骗 被他耍得团团转 那如果我愿意呢 只要你不后悔 就随你 毕竟 年少总得轻狂一次 我很清楚 你的选择条件 我根本不在选项中 所以 我就特别想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陪在你身边 照顾你 呵护你 但是 在这人出现之前 只要你不嫌弃 就由我 暂代他做这些事 做个小辣蛋 我们只要不许梦臣骗 confront我 我知道 达不到你的择偶标准 所以 你问我是不是喜欢你 我不敢承认 说实话 我想努力成为你的选择 真心希望还爱得起 哪怕到最后 你不属于我 我不后悔 至少 我为你努力过 我 不属于我 不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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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我 你 我 不属于我 不属于我 我不需要你可怜 任煦 我跟你说过了 你是不是要借机取消我 我没有可怜你 也不会取消你 在我心里 没有任何人都取代你 我去迪安上班 是因为我看你那么辛苦 我想替你分担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 我可以不去 任煦 如果你对我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了 那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都没有用 任煦 你现在开心就好了 别勉强自己 你对我做做的一切 我会永远地记在心里 我会永远地记在心里 你怎么这么傻 你怎么这么傻 我会儿 没有简单固执钱的外卖 不要商量怎么办 我心头的 任煦你根本不需要证明什么 因为在我心里 因为在我心里 只有你 是要是你 你 你 我 我 是 那 我 我 你 叶絮 你坐这儿干嘛 昨天都遭到投诉了 所以今天都没活了 不在这儿待着能干嘛 上班啊 你自己去吧 我可不想送你上班 然后撞见了许我辰 哦 那我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直属部下 所以你不仅要送我上班 还要替我干活 要不撞见许墨尘吧 还真挺难的 我去迪埃上班 这边有什么需求呢 我们都会尽量配合的 但至于刚才提到 在节目录制中 我们要提前展示 新的样衣的部分 我们恐怕不能答应 毕竟 发布会之前 还是保持神秘比较好 王校经理 来上班了 你好 这位先生是 是谁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四姐 别拉着我 你不知道他有多讨厌 之前就一直看我不顺眼 为难我 还嘲讽我 需要我帮你刷卡吗 王校经理 不用 借邮卡 你干啥 不好意思 我怎么觉得 你对那前台妹有敌意呀 怎么 你想贴他抽气吗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别乱猜啊 那就别替 无款紧要的人说好话 我说啥了 我就觉得你对前台妹 前台妹前台妹 你是不是对那前台妹有意思啊 聂思琪 丁总在上面等你开会 你赶紧过去吧 好 我跟你说 你好好待着等我啊 难道别去啊 那又这么说定了 我去安排一下 晚上见喽 好的 我们晚上见 你也来地下上班了 来上班是次要的 盯住你才是主要目的 是吗 别对私欺动政和外心思 一切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我去 江南的日程改到了晚上 刚好我可以 趁发布会的这个机会 做一个网络直播宣传 好 那交给你了 不行 刚刚思琪对你那前台妹太不礼貌了 我得帮她道个歉 哎 那个 对不起啊 思琪平时就是打打烈烈的 但是她是无心的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是 呃 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职位 但是应该是网络销售部 那你跟网绍经理是什么关系啊 我跟她是男女朋友关系 哦 怪不得 你刚才对许先生那么没礼貌 原来是有原因的 什么叫有原因 你都不知道她办的那事 员逊 嗯 我身边的这位美女设计师呢 就是DI集团旗下新品牌 信木的原创首席设计师 木灵山 同时呢 她也是DI集团的设计总监 大家好 那既然原创首席设计师 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就要替大家问一些 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 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 信木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信木是时尚先锋 跟传统工艺的融合 以中性为主格 使服装不受年龄和性别的限制 采用简单的解合美学 和不同的机理面料组合 并弃拖沓多余的浮躁装饰 在欧美风中加入中式的木元素 从而体现出一种非传统视觉的现代美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原本以为加入中国传统设计元素的这些设计 穿上去会显得太保守 或者是太民宗风 没想到穿上去的整体效果 让我感觉在Fashion Wee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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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透明sen blanc Zwe苟 jenn cupcake que o m 都尾альным 江南的栏目这一期的收拾很高 不仅如此啊 网络关注度也上了热搜 现在最重要的是场地问题 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地 空间非常大 但是结合创意 用创意填满空间 可能会有不少的成本 这里呢 国际众多奢侈品牌 还有欧美很多品牌 都喜欢在这里走时装秀 另外一个场地呢 空间不大 但是却很有个性 是很多潮牌 做时装秀的首选 我个人认为不错 温孝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几个场地 都不太合适 我们先把场地的事情 放一放吧 杨艺堂总那边 已经送过来了 现在最主要的部分 还是你 言下 好 这一部分 我在消失光点就可以完成 嗯 讲解法 从这里 整个场地 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